人權問題 一個都不能死 你看大陸的白鞋帽 一個都不能死 如果你這麼說人權的話 為什麼現在兩個志願者在封願去追蹤這件事 被公安拘禁 為什麼現在江蘇省委全力在追查誰洩露白鞋帽的結婚證書 全力控制的輿論 如果你說到人命人權這麼嚴重 其實我有興趣跟你討論一下新疆的問題 現在說到十惡不赦 與病毒共存 沒有人性 沒有人權 不人道 送人去黃泉 如果那個是你老爸老母 你會不會這樣 如果那個是我老爸老母的話 我就不會聽你這幫混蛋胡亂說 一定不會 因為你們眼中的父母是共產黨 其實是沒有人性的嘛 其實是沒有人性的國家才可以用這種方法的 其實是 你看到的 西安裡面強行在醫院門口流產 兩大 是 有沒有人性的 我想問 老庸心臟病 拿不到藥 在家裡心臟病發死了 禁足令的時候 有沒有人性的 香港人即將面對 就是這種極端的措施了 大量的獨居老人 要照顧的長者 不在院舍那些 你叫民建聯那些陳凱欣上去照顧她 你投票的時候 一車一車一車他們掌心來去投票 到現在這些老人家有危難了 是不是 給不給一個福袋人 還要自己打電話去登記 真的謝謝福袋 真的 是啊 真的謝謝 所以我就說不是一個疫症恐懼 是人性的恐怖 Omicron不恐怖 我覺得是人性才恐怖 還有你反科學 你現在句句話科學 你句句話科學 什麼為香港好 你不要說科學不科學 其實不合乎普通道 你現在衛生署 每天都跟你說 追到爆標了 他現在一晚的確診都未到 已經說他輕度不及了 好了 你現在搞這麼多東西下來 你講來講去有什麼火神山醫院 又這個醫院 又那個醫院 除非你現在說全面接本了香港的衛生機構 也都不會可能 是不是 你根本上是做不來的 你就要死要面子死定 就是很簡單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賽事來的 就是你去禁止初代的武漢肺炎 你可以戴口罩 你可以洗手 你可以做一些社區隔離的措施 是可以禁止 DELTA都還可以 是啊 變成DELTA都還可以 那時候的清零 其實就好像短跑 短跑你就死衝了 是不是 什麼叫清零 清零就是見鑊突鑊 見一個就有一個 見一個就濕一個 喂大哥 如果你純粹是傳染性這麼低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清零 但問題是現在偏偏告訴你 現在的傳染性是高到不得了的 是七倍的 七倍這麼高 第一傳播力高 第二傳播力高 兩樣東西根本上令到這些病毒 是如日無人之境 然後如以前你跑過100米賽事 100米賽事很簡單 前面有一個我追一個 有一個我追一個 總之我保持第一的話 我就一定贏 很簡單而已 以前跑100米我覺得很簡單 沒什麼技術含量可言 但是最難跑是跑什麼 最難跑是跑200米 400米這些 你不可以見一個追一個的 兩樣東西 如果你見一個追一個的話 你不是贏前就輸後 你最後什麼就輸了 曹總你又不明白了 波士頓馬拉松也好 還發單車賽也好 總有一群彈散 就是頭一個圈帶出來的 先拿鏡頭 先贏了頭彩 你不明白 然後第三個圈已經散步 其實就是Moonwalk走人 其實就是 還發單車賽如是 世界知名的馬拉松如是 總有一群垃圾彈散 小粉紅來的 就是拿個牌子然後曬IG 然後叫朋友站在那裡拍照 就拍著旁邊那個 世界肯瓦馬拉松冠軍一起 其實在第一個圈 我跑贏了他 我大贏了他 然後就盡力而為 現在高手了 不會說跑贏他的 當然盡力而為這樣 哇 多厲害 集油之後 再去淘寶買馬拉松的圖馬布也有 然後就告訴你 我跑過福江馬拉松 京都馬拉松 這個北丹馬拉松 哪裡都跑過了 其實中國就是這樣 他要精神勝利法 他所有的東西 根本就不是他在處理問題 你不覺得他中國大陸共產黨 越來越像一個Metaverse嗎 就是一個戴著AR眼鏡的一個世界 基本上他要求的就是大家鼓掌 無論他支援香港也是 我想問 都沒過來香港 你穿了PPE做什麼 對嗎 對嗎 然後用演算法去鑿發香港的露天急証室 然後TikTok裡面的人 每個人都說 我們一定要幫香港 真的 省下了 真的 大哥 你不要吵 不要過來搞 不要過來買水貨 已經是很大的幫忙 真的 不要伸手下來搞香港 中共官方不要再這樣去迫害香港人 已經是最大的幫忙 如果不是最終清零的 其實就是香港人 不是病毒 我想說 走光了 媒資清零 服務業清零 金融業清零 最終就是國際城市清零 這個就是壓到一切 那我就問 你壓到一切之後 你能不能彈起來才行 有很多人 就是你投資 是一個很慎重的決定 如果他能撤得資的話 他如果看好後市 就不會輕易撤資走的 他連舖子都會收的 是吧 他就很難回來的 說真的 真的很難 唉 有時候 現在討論這些問題 你最激烈的是什麼 你對著牆壁說話 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討論這個 整個抗疫 已經是轉了去 討論一個叫做 銀力resilience 是吧 抗疫的銀力 就是這個抗疫復原力 是吧 人家已經在討論這個 所謂 我看陶傑寫 有些人一生裡面只有三季 沒見過冬天就沒有四季 其實是真的 你跟這幫大陸佬 大陸專家來說 resilience 曬氣 什麼都是忠於戰 阻擊戰 是吧 現在連林鄭也用了這些言論 你就知道是混蛋了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是反常識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人是一個正常的社交 經濟生活 什麼都死了 很簡單 香港你要解決劏房問題 明天就能解決 現在說輪候資助房屋 去到六年了 破歷史紀錄了 哇大哥 由亂入治了 六年 竟然是由五年升到六年 不是港版國安法之後已經解決了嗎 港版國安法之後原來輪候公屋 由五年升到六年 嗯 明天可以解決了 我幫你 叫新鴻基把地全部拿出來 新世界 長實 信和 行基 然後把現有洞工的 正在建的全部改成公屋 就搞定了 用什麼呢 大陸是討改方式而已 其實他從1949年之後 都是在行清零模式的 把地主清零 解決中國的剝削問題 地主清零之後 反右 把知識分子清零 然後就解決了這個 言論自由的問題 他每一次都是用這種手法的 毫不例外 我們之所以香港是一個福地 是什麼呢 是由這個1841年開始 我們已經越來越遠 離開這種極端的 所謂社會治理模式 無論由晚清好 民國好 到1949年之後 才造就了香港 現在我們 文明的不要 人家說自信的我們不要 然後走回去這種人海戰術 動員全民抗疫 你這個混蛋 天天在打我們 在刮我們 現在要我們站在你那邊 動員我們的抗疫 以前的筆數怎麼搞呢 還有四十多人 2月28日就是一年了 初選案 是啊 很快 李鍾南山叫我們放下政見 我想問誰放不下的政見 是你後面的老闆 仍然在激迫香港人 他自己都心虛 知道現在香港人不配合 就是因為政治問題 你知道就好了 民無信而不立 你現在因為信任沒有了 你要動員是很難的 你本身就是 配合你打針 事實上很多人都打針 如果你說年輕那一堆 也不會有打不打針的問題 反而現在你藍絲那些 不信你那一刻才好笑 你老人家多數都是藍絲來的 為什麼連他們都不信你 不是蔣森雷那些 頭李慧琼那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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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院那些老人 是啊 你跟他們說 你不就叫那些藍絲去打 中南山 共產黨叫他們去打 中南山敲門 上門跟他們說 是啊 送蓮花清溫湯給你 是吧 打一針就送十包 行不行 反正你也可以做掌心蕾 那些蛇齿餅種 做慣的 那些是慣忌來的 中央全力援港 這些是難到你嗎 問題就是 現在連藍絲阿叔都不信 一個根叔死 是吧 多大震撼 大哥 那個是你自己有 你陪過一宗 所有打針之後死的個案 全部都沒有關係 你陪過一宗 是啊 一宗都沒有關係 然後你告訴別人 當初我們喝著 不要說打科興 還被人罵我們不信 這個國家的產品 疫苗這家東西 不是大躍進來的 是死人的 是吧 你搞的是舊式的滅活疫苗 紐約時報剛剛我看了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說中共為什麼MRNA出不了台 其實這個是直接 累到香港今天這樣 因為大陸不批自己打MRNA 只是唯有靠封城 嗯 其實是因為他的疫苗不行 他現在就找了兩間 一間就是由前MRNA的人出來搞的 一個企業 就是在江蘇省的一個疫苗企業 另外一間叫做Walson 叫做Walson 叫做 兩間出來的那個臨床的數據 其實都是那個 副效果相當之厲害 所以他唯有上個星期 緊急批准了這個輝瑞的口復治療藥物 PEX-Lovid 而不是默沙東 大陸都是批輝瑞 香港竟然 醫管局就是處方默沙東給病人 是吧 本來BioNTech就說 跟中國復星在大陸生產MRNA 如果當時中共中央批准的話 現在大陸已經打完了 這個跟香港一樣的這個輝瑞的MRNA疫苗 不批 結果到現在拖到現在都沒有批 他一定要自己那隻先出 好了 現在自己那隻叫做Arcrovax 這個Arcrovax 由兩間和解放軍醫科學院合作的私營藥廠一起去做 問題是這兩間藥廠 香港做出來 那個 Side effect是嚴重過現有Moderna和輝瑞 這個叫做 動心生物 是一個上市的製藥集團 兩個 現在研發的私營製藥廠的MRNA上不了市 香港通不了關 香港現在搞到這麼極端的抗疫方法 其實大陸他想著以為我冬奧之後打 打到差不多二十大之前就搞定了 現在遲遲出不了 就是說香港我預言 這種這麼極端的抗疫措施 不會在三月結束的 其實也不會在七月一日 他會反反復又再傳入第六波 所以Omicron可能甚至不會在香港絕跡 是反復的爆發 結果你那個一路拖下去 是抗疫政策拖下香港 而不是Omicron拖下香港 這個很肯定 這個你很肯定 現在就是一個Omicron 真的就是攬炒了 現在是 真是終極攬炒就是靠Omicron 而你偏偏就因為 跟這個習大大的清零思想攬炒 你看著你撞冰山的 整件事情是 但是因為香港沒有了所有的一些反對勢力 所謂反對勢力也就是 喂大哥 反對勢力不是說為反對而反對 如果那樣東西是違反常識的 都不會得到香港人支持 偏偏就是現在你連起碼的一些反對聲音 就是這些清醒的反對聲音 你都不容許 那你就撞山 你為所欲為之後的結果 就是你自己胡作非為 他現在不敢面對 剛才我所說的疫苗問題 包括大陸和香港 你中南山可以公開辯論 這個蘇州 叫做艾博生物科生物公司 其實是 在2019年大陸是很毒的 在Moderna挖了一班科學家 去做一個start up 就是叫做蘇州艾博生物 這個蘇州艾博生物 就是研發現在叫做Arcovax 這個中國國產MRNA疫苗 但是究竟他們掌握到 Moderna的技術是否全面呢 這個MRNA是一個全新 本來是醫癌症的方法 就是生產 打進去之後 有一些蛋白細胞 去刺激你的免疫系統 產生一些叫做T-cell 然後這些T-cell 如果你第三針 輝瑞、Moderna混合的話 或者純粹是Moderna也好 或者三針輝瑞也好 這些T-cell就算你的抗體跌得少也好 只要存在著T-cell就OK的 應該不用打第四針的 我覺得 我看這些外國的專業的雜誌的報導 是不需要打第四針的 現在的看法就是 但是你想想 人家已經連日本都準備開 日本一個對抗疫要求這麼高的地方 都準備開了 你說日本人不重視別人的人權嗎 我不相信 台灣不重視台灣人民的人權嗎 那這些國家是不是沒有人權 我想問盧寵茂和鍾南山 是不是他們不照顧自己父母 送自己父母去死 他們用這種道德 絕對化的道德標準 是 來迫香港人歸邊 那些藍絲不是中 但是藍絲最好想想想都是 究竟打疫苗死好些 還是感染死好些呢 是讓他們這樣選擇的 所以現在你想想 如果你自己不批 自己大陸不准打西方的mRNA 然後自己研發 現在自己研發的過程裡面出了問題 沒有辦法推出 那就是說香港 大陸根本上就是攬炒香港 現在假裝支援你 是不是 進去你家裡 拼壞你家裡的東西 打爛了所有家具 這個電器 然後說 我現在免費幫你游泳 就是這樣 是不是 然後你還要多謝他 和黑社會以前 那些手法有什麼不同 是不是 捧盤吉利 你不要拼壞你的色鬼 然後再找一個好人來 哎 劉先生 我派個小手足幫你看著牆 你每個月給我兩百元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就逼你感恩 全黨感恩 開動宣傳機器 用演算法 向大陸洗腦 你香港人不受 不要緊的 曹總 他在向大陸宣傳 是 現在已經開動機器 都知道有多高興 尤其是 看到你現在的香港人 就是 叫做偷渡 所謂偷渡過關 然後他那些微博 就這樣封傳 是吧 就是你又說 又說在這個關口裏 弄鐵絲網 又成 就不讓你過 嘩 這個終於 這個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了 香港人偷渡回大陸了 打飛機 你現在上微博 你看看 是呀 最好笑的 昨天開著這個 看看這個香港新聞 在這個NOW 看到為什麼范雄寧 說普通話的呢 原來中央電視台訪問他 嘩 說到自己一定要靠中央 我們不行了 人手又不夠 就是我覺得都挺悲哀的 做人做到這樣 要不斷去 就是你 要接受中央恩情 大家無辦法 被動接受 現在不是的 你要不斷貶低香港 不斷自己刮自己 來去體現黨的恩情 和總書記的偉大 這個和反右裏面的知識分子 自我檢討有什麼分別呢 我想問 香港就進行緊一場集體的自我檢討 我們點不點 我們點不點 喂大哥 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還是高過大陸很多倍的 其實是 如果不行 就是你這幫掌權的人不行 不是香港人不行 不關香港市民事的 其實 是民建公聯會 特區政府裏面的政務官 香港的紀律部隊 香港的地產商 加起來 這個建制集團不行了 其實是 如果要問責 就向他們問責 不關香港人事的 其實根本我們沒有權沒有勢 只有被欺凌的 從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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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你看到香港真的很悲觀 所以 你去到這樣 就是 要收拾的店 你不是零售已經開始陸續地設港 那就馬沙了 現在你有很多 就是發營屋 本身做 每次 一有疫情的時候 都說要停業那些 就是做健身 發營屋 跟著你說做那些 就是美容 那些 你真的長期不用做了 其實 那你想一下 沒有啦 學校最好笑 放暑假 外面十度說放暑假 放到復活節之後 對 就是補習那些又做不到 你說賠一萬元給你 是不是 你只是笑 與其你在這裡 其實說真的 當然是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我覺得 其實這個不需要想 反而你要想一下 究竟香港 有幾大可能 就算你在政治上面不要說 經濟上面 會不會回復舊觀 這個我覺得是越來越渺望 你只是說樓市 樓市現在越來越多 其實 其實 容祖兒也多 拿了十多 一百十萬走 容祖兒 是啊 現在你最嚴重的那些 其實是那些豪宅 貝沙灣昨天有單 即是 一炮過 他不知道 他自己褫讓了 不是褫讓他自己減價 就是 減價了 不知道兩百多萬 這樣出 其實很多人都是 暫時來說 你現在主要是豪宅 因為有錢的人已經無法忍受到香港 所以這一天豪宅一定會下跌 你外資撤 昨晚那裡有人撤 大陸人又來不了 那你香港人呢 香港人現在是頂住那個叫中價樓的那些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你的中產 你走不走到 又是跟那層樓賣不賣到有關 那你要想一下 究竟我會劈多少 如果我自己本身 我加案了很多次 其實抽身就很困難 但是很多人 樓價就進入 很快就進入 洞泰清零的了 樓價 是啊 你看樓價的了 你很簡單 何來有承接力啊 何來有買家啊 你靠那些新鴻基啊 行基啊 你靠那些中產買家那些 何來有承接力啊 基層那些就躺平了等政府給了 這個資助房屋了 所以一定死的 不用想的 今年的數字好 是因為樓市還沒崩 去年 還有Stamp duty 印花稅嘛 因為去年股市暢旺 大家都在那裡賺錢 在實體經濟賺不到錢的話 全世界現象來的 美國股市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Stamp duty收入是升 但是我覺得陳茂波就沒什麼好 個人比較老實 今年的預算案的封面 就用了泥土式 其實我就叫做糞式 還要是土坑那種 那大家想著 財政司就告訴大家 明年就吃糞了 再不就是吃泥 隨便選一種 大陸就吃草 我們就吃泥 還有吃糞 所以就用幾千塊 太一批東西給你都沒有用 我告訴你 那些錢是你的 根本是 他打劫完之後還給你 自己過水濕腳之後還給你 將來你問我 香港很簡單的 其實是金融經濟來的 那個財富效應一消失 百業蕭條 這個在亞洲金融風暴已經出現過 就是你家市當時的悲劇 那個悲劇就是在香港 是啊 這個我也沒想到 怎麼會這麼有創意 財政司 用這樣的方式來叫香港人 軟對抗 暗中叫香港人馬上著草走人 我想都想不到 陳茂波和盧寵茂 盧寵茂就奏李家超陷家產 陳茂波就告訴你 你要走 要不然我們吃泥吃糞 這兩個都有一些 我覺得誤解了他 我也要懺悔一下 以為陳茂波是這個糧粉 一定是壞人 原來不是 所以大家就知道 來年的經濟會是怎樣 政府就說 失業率是三點多 相當好的 三點多是上一季 就是這個年底的時候的數據 你都沒有第五步疫情 不讓企業炒人 是啊 企業還在拿政府錢 所以我覺得還沒看到 但是你想想地區進步的轉移 金融機構的轉移 這個就是長遠的 別人見到你這麼極端 下一波如果說完暴跌衝擊聯繫匯率 或者股市暴跌的時候 就是暴力沽 不准沽空 不准惡意沽空 就沽空清零 你當別人說了嗎 別人見到你這樣搞 新加坡這樣搞 你問我 如果我是國際投資者 我買哪個國家 買哪個地方的經濟復甦